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附近一位老人带着三岁的孙子去超市购物 东西还没买完 孩子竟然不见了 在超市里找了好几圈都没找到 急得老人立刻报警 第一层派出所民警的工作最为复杂 接下来我要为您介绍的这位民警周文昌 就在北京市公安局风台分局方庄派出所工作 53岁的老周从警15年来 一直以事事有回应为工作准则 那么老周出警的一天都会遇到什么事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10月14号上午9点 民警周文昌接手前一晚同事的出警任务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他担心自己胃病影响出警 出发前第一件事就是买了盒喂药 刚刚吃完药 周警官就接到了一名女士的报警 民警 民警周文昌今年53岁 从警15年 2007年从部队转业后来到了方庄派出所 现任方兴源二社区党委副书记 我说我每次说一般的群套都在咱们说 这个我这个小区这民主在里 这个地方刚好空间不外 前面参业一条街这个时候去的以后也方便 一般情况下参业一条街的景情比较多一点 看得像 哎哟 上午11点 周文昌管辖的社区居民报了警 说被网友骗了一百多块钱 在警就是您小区的 对 我在市区的 你好 你报的警吗 好了 我马上到了好吧 网友借钱 不还 之前是从游戏上一个人游戏认识的 感觉关系平好的人应该不至于平均 你都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 你怎么和谈者上关系好呢 到现在你连他的男子是女都不知道 你为什么还向他借钱呢 嗯 我还是听就有点相信他 你孩子不报警了 老吕的孩子是一名初中生 此前玩手机游戏时认识了个网友 两人压根没见过面 更不知道对方真实身份 几天前 对方借走了老吕孩子一百多块钱 之后就失联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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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连孩子都要俩 别去 他得让他吃一点 长一致 来 我在车这儿等你啊 好嘞 好嘞 行 来 说得对你来讲 他就是说你玩游戏 没有干正事 太生气 钱多少不重要 重要的说你有没有这个说警力意识 是吧 一块钱你也是被骗的 你要真给人骗你也是说说明上当了 说明你孩子没有防范意识 你报的警吗 对 对 对 哪一层几零机装修呢 29层 几号你知道吗 几号不知道 因为我现在的孩子是这样的 没事 没事 几号 几号没知道我可以查 走 你说到29层就行 好嘞 午饭后 周文昌又接到一名女士报警 说29层邻居装修影响他和孩子午休了 我问一下 咱们那个日月天地这个29层是咱们有人在有招修是吧 不是 我今天没人 今天没人是吧 确定没人是吧 确定 好好 当天是周六 按规定不允许施工作业 周文昌赶到报警人所说的29层后 没发现有人装修 这都没有装修的 怎么就报警人所说的电话不接了 这都没有装修的 怎么就报警人所说的电话不接了 这都没有装修的 怎么就报警人所说的电话不接了 在现场 周文昌没有发现有装修的情况 他在联系上报警人后告知了工作情况 并叮嘱小区物业加强监督 一会儿再有声音 你们说居民说的 咱们上去看一下 好吧 好嘞 好嘞 保证他周末的时候别再失控了 你打电话 你看报警人 然后说能理解 然后这事就好了 他就不会再报警 你说报警人 你没联系上 你也没给他回复说那什么个情况 甭管说解决不解决 你不来 他一会儿没准说你又打电话 对于群众的诉求咱们得给我回应 对对对对 应该都完了 咱得做工作 咱也不是说虚的假的 咱做了说你跟他一说 你看 康康的心里还很感激 咱们也觉得这事儿 心里说呢 觉得说呢 虽然辛苦的也觉得是吧 值 对不对 是吧 通通都满意 下午四点 周文昌接到了来北京旅游的小林报警 说自己的哥哥走失了 你抱着你 怎么回事啊 你哥怎么了 他走丢了吧 走丢了 对 你们三人一起从广东来的 上上旅游来了 玩来了 对 小林说 他哥哥有些内向 两个小时前他们一起吃饭时 哥哥不见了 就是这个说思维啥正常吗 就是他有点自闭 打电话了吗 他不接 你把他电话现在也告诉我一下 没关系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可以拉着你 这个玩具说跟着我车 可以先去沿街找一下 坐我车 好吧 马上坐我车 好吧 走 她的哥哥有些 绿衣服的 打电话也不接 浅绿的 那种墨绿的 那种墨绿的 然后这个是神社的 不爱说话 除了不爱说话呢 还有 有什么大理的 他不表达的 就是想带他上那些 周文昌带着小林他们找了一个小时没有见到他哥哥 最终民警通过小林哥哥的手机定位找到了他 晚上七点 民警周文昌完成了自己一天的出警工作 他所接手处理的十余起110警情均一一解决 第二天 周文昌计划去自己的社区 对居民继续开展反诈宣传 俗话说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在我们很多人的情感当中 祖坟一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于先生家住北京市平谷区 2021年的清明节 他去祭祖时 发现自家的祖坟竟然不见了 于先生说 杭州人已经明确跟他 约定了这个地上的坟墓的问题 需要他们来解决 承包这个工程之后 是将工程分包给了 杭州公司合同里面也明确约定了 协调周边的社会和相关的政府关系 承担这个安全文明施工的费用 如果有侵权事实的存在的话 那也应该由杭州公司来承担 答辩人没有破坏任何坟墓 根据项目总承包工程合同 施工图纸 均未有标识坟墓的坐标 图案 规格等 施工过程中未看见坟墓更不可能进行破坏 我们公司既不是业主单位 也不是总包 也不是分包 转包 就是我们跟这个项目是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的 恢复原装的可能性 然后先看看坟能不能找着 就在这个大概就在这片吧 现在具体位置里咱们也很难找 经过现场勘查确定是非常难找到的 因为大家都不确定具体的位置 也很可能就是真的找到了 也已经破坏了 我们通常物品的损害可以直接 我们重新修复或者是我们重新购买一个 它是特定的人格意义的这样物品 坟墓 骨灰 或者是遗骸 这些东西都是不可用价值来衡量的 也没有办法修复的 一旦损害是没有办法修复的 有人可能觉得精神损害很大 也有可能人会对没有那么大 到底有多大用多少钱 大家都没有办法真实的来衡量 所以说最终还是双方自己协商的 在法官的主持下 最终原被告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 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68429230 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 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北京110 警方提示大家要及时对车辆进行检查保养 车内最好常被灭火器 一旦发生类似事故 要第一时间离开车辆保障自身的安全 并及时报警求助 接下来我们进入由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 暂时播出的法制热搜 数页有专攻 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专攻拆迁法律服务 可高效处理房屋拆迁诉讼 企业拆迁维权 小产权房拆迁维权等多样化法律服务 如果您有拆迁征地法律问题 请及时拨打咨询电话 近日湖南长沙一名两岁幼童 在家中的院子里玩耍 将一枚硬币塞进了电动车的充电孔 结果导致双手被烧伤 家属发现之后立即把孩子送到了医院就诊 我们都知道这电动车不能进入室内停放或充电 即使放在户外 家长也要提醒孩子别去触碰玩耍 一面发生危险 近日江苏延城京开区检察院 办理了一起以结婚为诱饵的诈骗案件 王某与吴某相识 并且发展为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当女友吴某陷入经济困难的时候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寻求男友的帮助 不过这个帮助太过特殊 吴某以爱为名利用网购的整股验孕棒 编造自己怀孕的虚假事实 让王某支付怀孕生产的各项费用 蒙在鼓里的王某喜不自胜 当即向吴某支付了15万元 结果最终发现是一场骗局 那么最后吴某因犯诈骗罪 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恋人分手之后 男方给女方的哪些钱款属于赠予 哪些应该返还呢 张先生和李女士2018年相恋 之后就多次给李女士转账表达爱意 双方也很快开始谈婚论嫁了 后来李女士看上了一款钻戒 要求张先生转账购买 张先生向李女士的银行卡转账29万元 买下了钻戒 随后两人因为买房的问题产生了争执 2019年年底李女士提出了分手 双方的恋爱关系就此结束 因为恋爱期间的花费 两人最终闹上了法庭 张平武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 张先生向李女士表达爱意的那些小额转账 应视为赠予 无需返还 但是购买钻戒的29万元应认定为彩礼 双方没能达成结婚的目的 那么彩礼应该返还 婚内出轨 要赔偿无过错方 将精神损害抚慰金 近日云南楚雄大咬县人民法院 审理的一起案件 陈先生和李女士2017年 因为感情不合离了婚 2023年 陈先生整理家中的旧物 发现了前妻留下的一部旧手机 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存着前妻在离婚前 和第三者的微信聊天和不雅视频 陈先生愤怒至极 将李女士起诉到法院 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 法院认为 李女士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与他人存在不正当关系的行为 违背了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 而且一直隐瞒该事实 其过错行为致使陈先生遭受了精神损害 最终法院判定 李女士赔偿陈先生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 民法典规定 夫妻间有相互忠实的义务 李女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与他人存在不正当关系的行为 构成对夫妻相互忠实义务的违背 我国法律规定 即使双方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 只要当事人没有在协议签署时 明确表示放弃赔偿请求的 受害方以民法典第1091条的规定为由 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 人民法院应语支持 10月15日 广州一名男子投诉 他骑这个喵跑出行共享电单车的时候 被车座上的针扎伤了 爆料视频当中车座上两根针 拔车后一根针有一截指尖那么长 这名男子称受伤之后 他自费去医院治疗 而联系了客服之后 对方表示 仅能退还他的车费 那么喵跑出行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 用户该如何避免类似的时间呢 标跑出行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如果按真是有人故意藏在车座中 这就是恶意破坏行为 实施者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但是因为共享电单车的安全和维护 是运营商的责任范围 喵跑出行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运营商在提供共享电单车的过程中 应该保证车辆的安全性和质量 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共享电单车运营商要加强车辆的安全检查 确保车辆没有安全隐患 也可以为用户提供相应的保险服务 以减轻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和损失 大家在使用共享电单车的过程当中 要适当的进行安全检查 加强安全意识以保证自身安全 近日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 黄庄大队接到群众举报 说在西五环主路武警桥路段 每天早高峰都有人不顾禁限行的规定 违规行驶 接到举报之后 黄庄大队的民警在早高峰来到了被举报的路段 每天咱们全速度驻嘴摩托车上来行驶 第二车摩托车就在上车道 进行车面的进行标志 可以满现100公里一公里 他有一公里就出去了 这这么走我比较方便您别了 对 您那车太多了 咱们对摩托车是不是有点危险 是吧 下次注意 咱们有很多联络线 你可以写说联络线行 后大队不要上滑水 行我待会就在下车出去了 早高峰的五环主路车流量大 摩托车穿行期间 不仅自身安全难以保证 更是大大增加了交通事故隐患 被处罚的摩托车驾驶员 很多都明知五环主路进行 可是为了少绕行省时间 他们还是抱着侥幸心理 上了五环主路 您说您是着急有急事 要走这边 有别的路能绕吗 太远了 我和三十多公里 然后我车还行好 我没办法 如果说您发生意外 或者才有紧急情况的时候 你的手冲不完 应该把你把那也带了 下回复你来 咱们好多连络线 连络线 从连石做来 正好说到此时那下回 你要从下面走在这一圈 下回尽量不要走 除了摩托车 一些大型的进行车辆 在车流中也是格外扎眼 货车更违法是群众反应 比较强烈的更违法 然后包括这个货车的 耗盘不清晰 放大耗盘不清晰 反光标识 那个万公斤粘贴 在耗盘周围加装灯具 这都是比较严重的更违法 现在我考虑一下 没法行为 第一个就是寄件鸟 咱们罚款的是一百万扣一分 然后第二 它安装这个 私自加装的这个 后照灯 因为这种灯到晚上特别亮 对后照是会产生影响 这个咱们罚款是二百万钱 不扣分 第三个 它作为这个货车来讲 它这个 反光的标志 反光条 它没有粘贴到位 这个也是这些 一个二百万不扣分的出发 当天早高峰 执法人员在该路段 供查货 存在各类违法的摩托车 17辆 扎土水泥搅拌车8辆 今天按照这个 前期群众反应比较强烈的 有关注入 对这个进线车主 包括摩托车 水泥罐车 扎书车等 那个严重交通违法 我们进行集中整治 一次的整治效果比较不错 我们接下来也会持续的加大 下一波次的整治 接下来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 三处播出的法治热线 有究分找冠领 冠领律师专业负责 守望法治值得信赖 咨询电话400-8789-888 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我和我的丈夫感情不合想要离婚 但却检查出已经怀孕了 就未来孩子的抚养权问题 多次和丈夫协商都没有办法达成一致 我想问一下 夫妻双方在怀孕期间离婚 孩子的抚养权该怎么解决 对于尚未出生的胎儿的抚养权问题 应当待起出生后 由双方协商处理 如果协商不成 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来解决 因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 而胎儿尚未出生 原则上并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因此 在离婚时 胎儿的抚养问题 需要待胎儿是否出生 以及出生时是否存活 才能予以确定 当然 需要注意的是 法律保护胎儿的遗产继承 接受赠予等权利 如果是胡女士在与丈夫离婚时 双方涉及到这类问题 应当注意 为胎儿保留相应费额 观众李女士经营力加餐馆 但生意并不太好 朋友建议她购买一套点割机 给顾客增加一些娱乐活动 但李女士听说 有人曾因在餐厅配置点割机而被处罚 她想问问自己可以在餐厅配置点割机吗 我们来听周旭亮女士的解答 当然可以 一些餐厅经营者被制违法 并非因为购买配置点割机 而是因为其点割机中的音乐电视作品 并未获得授权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 未尽著作权人许可 复制 发行 表演 放映 广播 汇编 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起作品的构成侵权 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 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 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 因此 李女士如果想为餐厅购置点割机 应当注意 在开展业务前 与版权方签订授权许可 避免陷入版权侵权纠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 同时您也可以拨打蓝幕热线68429230 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 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